今天請大家上來 是我想正式宣佈月底我和Maggie結婚 家裡快要辦喜事 我這個未來婆婆想人了解一下 也很應該 這種衣服做話劇也很勉強 借用戒指之前 麻煩你替我簽了一份借用協議書 媽媽 伯母 湯君病了 曾師長那個排局小感過人 臨時拉了你舅舅來 所以我帶Gaby來 我替你介紹 Gaby是你表弟父 Maggie是你未來表嫂 你好 坐吧,媽媽 楊太太,菜已經準備好了 如果人齊就可以起床了 叔叔趕快走過來 叔叔很少張開,但我怕他不熟悉 我下樓下接他 我陪你去吧 我陪你去吧 你們這次我走了,人家那次來到 我是不是要找人再叫你們回來 坐下吧 經理,麻煩你找個同事 去門口幫我接一接人吧 是的,楊太太 但他們不知道誰是我叔叔的 你叔叔是圍村人 跟出入明營飯堂的人始終都不一樣 有多難拍,是嗎?經理 是呀…楊太太,放心吧 我的同事能分得到 謝謝 不用 媽媽,痛到嗎?不如點點小吃吧 不用了,我們下午才開啤酒完 長島酒店來了一批好禮的魚子醬 早知道就見Maggie,你一起來試試吧 就算你叫我,我也來不了 因為我還在上班 你還在上班? Maggie在律師樓上做秘書 那你不是陪不了姑媽去下午茶 做頭髮和做臉書嗎? 不會,我星期六日不用上班 人家說女人有兩條命 跟爸爸姓是第一條 嫁了人跟夫姓就是第二條 是呀,以前我做空姐的時候很辛苦 但嫁了入楊家之後 就是我第二個人生了 你難得認識阿敏 你應該好好計劃未來的日子是怎樣 才契合你楊太太的身分 說到我做楊太太,誰能夠上媽媽來 我想Maggie真的有很久去學 對了,你不是說今晚要飛去瑞士見客嗎 我打算等他叔叔來打招呼才走 幹什麼?怕媽媽不會招呼人嗎? 當然不是,媽媽 其實我也不明白為什麼他急著飛過去 其實遲幾個小時他們都會簽約 因為他們沒有選擇 那你就選擇失信於人嗎? 晚了的話,最多就是下班機 遲一點而已 遲一個小時是遲,遲一秒鐘也是遲 做生意最重要是信用 伯母說得對,你先走 Gaby,替我打一個電話給阿禎 你說少爺正在下來了 叫他去燙機場再回來接我們 那我走了,媽媽,我走了 我想去她的洗衣室 姑媽,我陪你去 伯母,我陪你 Gaby,我這陣子滿身骨痛 好,你幫我打電話給鄭醫師 叫她明天上門幫我推拿 好,我現在出去幫你打 好 Maggie,你覺得我今天面色怎麼樣? 伯母今天的胭脂很自然 很美,很配襯你 美,一個人心情不好,又怎會漂亮? 伯母不好意思,我縮她 是…是你的同事,那個蛋撻頭 你說Richard? 通常不重要的人 我都不會記得她叫什麼名字 她只是一個律師 就點你做東做西,她憑什麼? 不是,伯母,她平時對我說很好 我不是叫你看不起人 好像我剛才吩咐經理工作 我也有跟她說麻煩 但是記住,人就是有分級數的 有些人一出生,就是高人一等 有些人就是一輩子都要服侍別人 被人碰的 我們楊家是哪一隻,你明白嗎? 我知道 你快要是我們楊家的媳婦 我就不要看著你受這種委屈 你應該像Gaby那樣 學我們過一些有質素的生活 不要浪費你第二條命 我會的 客氣的話就不說了 不如談回婚禮的事 你有什麼意見? 養什麼? 不是,伯母想跟我談婚禮的事 真的不好意思,我不懂得吃雞腸 婚禮的事其實我也定得七七八八 不過是差點細節的問題 美奇,我說過 她說結婚在酒店方便很多 我說沒問題 在哪裡出門固然重要 但也不夠走到教堂那一刻 你們安排了誰帶美奇進教堂了嗎? 就是叔叔,他照顧帶我的 應該和好看是兩回事 你們那邊的長輩不多 但我們這邊不是 好像鄧雀士是我們細胶 他又看著敏大 再不然曾師掌他也不會介意帶一帶你 但我想我叔叔帶我進禮堂了 我不是嫌什麼 不過你知道那天觀慨混雜 臘腰鄉殯影,有些東西不能分析 我雙眼揭握也不太好看 那時候醫生叫我做玻璃眼紋 我嫌不去乞歸,沒做到 叔叔,你會不會有鑽石眼罩 或者黏閃閃的那些都可以 不好意思,我只有這一個 那可不可以考慮換人? 但我不認識鄧雀士和曾師掌 你不認識,他認識我怎麼辦? 但我覺得由我叔叔帶我進場是沒問題 我戴著眼鏡,除了也不太好看 總之你幸福,我就不理會了 叔叔 還有一件事就是坐位的問題 Maggie你們那邊人少 但我們這邊人多 我們請得鄧雀士和曾師掌他們來 當然不可以叫人來坐在客席 當然我們要走一走 對 趁家,不如你讓一讓坐在旁邊那台 好,坐哪裡都無所謂 只要美琪幸福,我就算坐在地上 也會這麼開心 叔叔,我想你坐在我旁邊 旁邊,有什麼所謂,是隔離桌子 又不是很遠,隔離就隔離 Maggie姐真的打算不做嗎? 她打算結婚後 就專心上夫教自己做小奶奶 剛才找了一張這麼順利的長期飯票 對,還想吵架嗎? 但Maggie姐不像是那些無所事事 只會扮靚去球,只會表演 信都出賣了,還有假的 糟了,Maggie姐走了之後 我一個人搞不定 Maggie只是打一份工作而已 她沒有人不照顧大家一輩子 何況她的心意已經有人認了頭 查理斯沒什麼值得她漏戀 我們個個表態,差點就是你 我認為你們想太多了 查理斯,你不是覺得Maggie姐 還對某些人有期望嗎? 當然不是 不過我認為如果Maggie真的要辭職 她應該早就遞了一封辭職送給我 那封送的日子我看到是三天前的 說話只是這麼說而已 但Maggie很快就是養事集團的媳婦 下半世都不用做 所以遲不辭職只是時間的問題 就是你而已 Maggie在上面跟殺人生說在場上電話 叫我們先點東西吃 師傅,你知不知道Maggie姐要辭職嗎 你們也知道嗎? 看你的樣子你早就知道了 早就你們少知道 Maggie剛才在洗手間跟我提過 你好,Maggie姐 你好 我進來的時候你已經在洗手了 是嗎?你以為你煩惱了 一件事決定不了 你也帶給了石陽先生的婚事 有什麼比人生大事還要更重要呢 我想問是不是要辭職 石陽先生想去辭職嗎? 不是,他沒有要求 那就是楊老太太的意思? 他沒有直接說 不過我怕他的意思 他想我害他的弟媳婦 嫁了一門之後就當小奶奶 但你就不願意 起初我以為每天吃午茶 裝美、購物都是開心事,不困難 但那晚我看見他的弟媳婦 二十多歲女 跟一個六十歲穿一樣款的衣服 一樣的氣質、一樣的口吻 我覺得他不是在生活中 他在被人團養中 楊老太太帶他給你看 就是想讓你看看典型楊家媳婦的作業 我不是想顛覆什麼 我不管人家怎麼想 我只想做回自己 我不想每天照樣的時候 我認不出自己 Maggie已經很煩 如果大家是想關心她的 她辭職的事就當不知道了 現在Maggie最需要的就是空間 哪裡?Maggie呢? 我在裡面,嫂子在試妝 完美 那天的妝和白髮型就像今天這樣就行了 行了,Maggie,你看看滿不滿意 但我這樣會不會太誇張 好像不像我那樣 不誇張 到時戴上這條彩鑽鏡鏈 就完美了 Maggie,不如再彩排一次 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改進 再彩排一次好不好 好 好 這樣就會從大門口進去 然後過來 阿賢選你做新郎歌手 你做本郎 靜婚人做… 我做靜婚人 靜婚人這麼有型的角色是我做的 為什麼會是你呢?我不有型 你有型,但我跟Maggie姐熟了嘛 最糟糕你沒來正經 待會踩到Maggie的婚纱 搞得她摸摸就糟糕了 讓我來反串吧 thank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个开心和简单的婚礼, 为何不能选择? 进来坐 怎么样?第一次来到我家, 觉得这里怎么样? 怎么样? 很舒服, 猜不到… 猜不到又不是豪宅, 又不是房屋 猜不到你可以这么自由 其实妈妈有几次叫我回南湾住近她 但我出来工作后就买了这个单位 住了挺舒服, 也不想搬 上次我做主任时要申报这里做地址 人们都觉得很奇怪 那也可以理解的 其实我一直都没想过接受家里的生意 但之前哥哥答应会给我很大空间 谁知道他真的说得出去做得到 所以几年前开始我就帮他忙 我说这些会不会瞒你? 当然不会 不过你说有些事想跟我商量 是呀 我想问你, 如果我们结婚后 你想不去住这里? 好 我这么问的意思是 因为妈妈在浅水湾 买了个独立屋给我们做新居 所以我想看看你的意见 看看你想住哪里 如果我送食物给人 我当然想人家用得着 但是你九龙湾上班 住这里会近很多 香港的交通也很方便 如果你想顺利妈妈的意义 我没问题 不过到时下班之后 回到浅水湾可能已经很晚了 买不到菜 你要预认我到时煮不到饭 而且独立屋这么大 我一个人没时间打你 到时可能要请两位工人 听你这么说 看来也要收拾东西搬 那我们会搬到浅水湾哪里? 我们会搬到酒店 酒店? 是呀, 这里住了这么久都要装修 所以在你搬进来之前 我想所有的装修都是根据你的意思去做 我们不是搬到浅水湾吗? 搬到浅水湾是妈妈的意思, 又不是你 再说, 在这里住的话, 你接近上班 而且这里附近买东西很方便 最重要的是这里的地方不是很大 不需要多邀请工人 阻挤你二人世界 这所有东西都是你喜欢的 Maggie, 不过有一件事 比住哪里更加重要, 我想问你 多谢了? Maggie突然叫我们来, 知不知道有什么事? 我也不清楚, 他就叫我约齐你们 有事要宣布 对不起, 靖人生 不好意思, 刚刚搞机票搞迟了 要大家等, 不好意思 小心点 今天约大家来是有件事想宣布的 是我们决定了取消婚礼 取消婚礼? 为什么要取消? 昨天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杨太太有什么不喜欢? 他不让你入门? 杨生你为什么不反对? 你为什么会这样对Maggie? 你们不要误会 你先听阿敏说吧 我说我取消婚礼的意思 是我们不会像之前这样大牌宴席 和妹妹行礼堂 我们依然会注册 我依然是杨太太 是呀, 吓死我了 Maggie, 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决定? 因为我们商量过 由始至终我们想要一个简简单单 而真正属于我们的婚礼 与其找不到一个妈妈的欢喜 而我们两个是喜欢的方式 索性什么都不要搞 小时候一粒糖, 一句诈味 幸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到人大了, 能够简单就是幸福 这次取消婚礼 怕且是取消得最开心的一次 容老师, 細云先生来了 細云先生, 正是准时 对街回宴室在等 好的 好吗? 好 好 好 細云先生 对街回宴室, 好吗? 好 好 黄叔 我现在将美琪交给你 你要好好对她 千万不要欺负她 叔 我又想起了 你小时候找你回到学校门口 你又是这样握着我的手不放 现在你长大了 你帮我拖着这个傻女 你一生都不要放手, 知道吗? 知道, 叔叔 我请在场各位见证 我杨乃敏 愿与你管美琪为我合法妻子 我请在场各位见证 我杨乃敏 我管美琪 愿与你杨乃敏为合法妻子 好 杨乃敏先生和管美琪小姐 虽然你的婚礼 是没有世俗和宗教的仪式 不过在在场的宾客见证之下 当众称呼为配偶 现在已正式签字 我现在正式宣布 你们正式叫为合法夫妻 双方可以交换戒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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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是吻嘴 吻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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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表演的, 你看 杨乃姐, 手指快不打开 我管做她的新外向 做了人妻, 一定要管老公 她们还管做机场 你们放过去好不好 不行…你吃完再走 先走… 先走… 聖哥, 你记得准辞 把这宗交给Water 否则出不次数, 你不要衰 真是衰 還有, John 你不要再把食物都倒在芯盆上 是 還有Water, 記得幫我淋花 知道 你做到老婆了, 別那麼嘲笑 否则小杨先生 他扔你, 猜不到 不要理他了, 時間到了 趕快走, 飞机不等人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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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你发忙都没想过 婚礼在这里进行 真的没有 不过要你这么简单就嫁给我 我觉得真的委屈了你 不要这么说 在这段时候 要你什么都为我做不难 但是要你什么都为我不做 才最难 老婆 我没有委屈, 我有的是幸福 好 John Maggie姐, 不用担心 不是One Lead 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 你在玩什么? 骂身房 我已经透过嫂子联络了崔先生 她已经吩咐了保安, 不管你们了 没人会救你们了 你们想怎么样? 刚才说房间有这么多人 你们害羞而已 现在只剩你们两个而已 查先生, 连你都跟他们相交 这样骂身房真的没试过 留下美好比亿给大家 咳咳咳… 咳咳咳… 咳咳咳咳… 啰咳咳咳… kalau世间车风暖雨有一种爱 从六岁到八十也不甘改 用我飞天空开阔前望将来 寒或暖 有笑容可一可在 遥远 赤身参与万场竞赛 回家这路线 快乐报警 四边覆盖 越行越远 困倦了中有家中 这都没有为我开 在世间不声不语 有一种爱 游润到叫铁侧中心